就是师父办法和法里面有讲过灼火 就是我们开始学佛念经之后 身上就会有灼火 然后师父看图腾 然后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光 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灼火 对呀 实际上一个人 比方说我就问你一点你就知道了 我问你一点 这个你比方说你会不会发脾气 都会吧 发脾气是不是就发火了 对的 对不对呀 他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灼火呢 实际上是密宗里面的 佛法的密宗里面的 他说苦练了 苦修苦练了 练气啊练气脉啊 练自己心中的明点呢 他主要这种火啊 能够来抗拒这个 饥寒啊 人的啊 这个饥饿呀 和那个怕冷啊 在心中有这么一个火 有这么一个火 这个火呢实际上呢 在这个密宗里面叫灼火定 你听得懂吗 实际上他是在 好像好像有 他在抗你的 所以瑜伽 炼瑜伽的人啊 就是有炼这种灼火的 实际上这种灼火的意思呢 就是让你断绝了 断绝很多的人间的那种 这个烦恼啊 熟视熟悟 让你心中啊 产生一种能量 讲到底就是一种 心中的一种能量火了 明白了吗 但是密宗讲的呢 就是讲的中脉啊 左脉右脉啊 就是讲这种脉 他就是说能够修到后来 能够在这种脉 全部能够打通 明白吗 所以在密宗里面讲到 这个海底轮啊 生子轮啊 齐轮啊 心轮啊 就实际上你就是 他说你在每一个身体上的部位 就像一条条筋墨一样 它在转动啊 你被这种火啊 如果练了一招之后 你就为什么说钢 为什么铁一炼就变成钢了呢 那人一有火的话 就可以把你炼成 把炼成我们说钢铁不坏之生啊 现在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这个炼金之后每个人都会有 因为我看师傅白岸佛法上面讲 还讲这个火以后就能够变成 是不是能变成后 就是身后的这样一个弹成啊 对啊 就是能量 你看你看很多 就像能量体一样 你看你看很多菩萨后面 人家的弹成有的是圆的对不对啊 光芒的 但是有的菩萨后面那个 那个弹成它是火 你看见吗 你看见过密宗 对的 啊就是火 啊就是火 往上高的 其实这种就是 很多庙里面供的菩萨后面就是啊 像火一样 对对 当中老后还是会有一个弹成 但是后面很大一颗都像火一样 对对对 就是灼火呀 啊 哦 真的明白了吗 你们要问了呢 用心了呢 师傅就多给你们讲一点 你们不问呢 不懂呢 我也不讲 我也不问 我想不到 明白了吗 这个这个这个很神奇的 就是每个人念经之后就会有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然后 对的 然后师傅肯定能看得到 然后师傅就一看这个人说他有光 然后就觉得修的挺好 没有那有可能就没有修好 对了对了 就很直观的就能判断出这个人修的怎么样 我们这次有一个佛友 马来西亚的他厉害 他从小看着你 他这次看见师傅在开光的时候 所有的实相菩萨 全部冒进光 他看见了 厉害 真的发气充满 真的 对 你发会 真的感触很深 就是 到会场里面全身发烫 然后 从他加湿就特别的大 左火来了 左火来了 左火